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温柔杀人者的记录 苏妍是一名记者 突然有一天她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人称自己是最近很火的杀人犯 她说愿意接受苏妍的独家采访 但要求是苏妍不能报警 和她约定只能带一个日级摄影师过来 并且全程录像 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停止录像 接到电话的苏妍恐惧中带着一丝兴奋 她不知道这个杀人犯是怎么得知自己电话的 也不知道自己单独约见杀人犯意味着什么 她只知道这对工作非常有好处 据官方报道 这个杀人犯曾在精神病院连杀18人逃走 没有媒体得知杀人犯的第一手资料 就连警方都弄不明白 到底她为什么要杀人 要是自己能做好这个报道 以后身份水涨船高 不怕赚不来钱 也不怕再有人看不起她 就这样 素颜联系了一个跟她一样 要钱不要命的日级摄影师 踏入了一个久无人住的破旧公寓 顺着楼梯 两人来到和杀人犯约好的502房间外 门开之后 素颜认出了眼前这个杀人犯 居然是自己的童年好友上俊 小时候素颜和上俊是很好的朋友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叫云真的女孩 三人经常一起出去玩 关系也特别好 但是自从10岁那年 云真意外被车撞死后 上俊的精神就变得不太正常 后来更是被家里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素颜没想到将要采访的杀人犯 就是童年好友 不解的询问上俊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上俊并没有理会 反而拿着匕首威胁摄影师 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 都不可以停止录制 因为上俊接下来要做一个伟大的事 他要在今天复活死去多年的好友云真 素颜以为他疯了 云真早就死了 怎么可能复活 听到这里 上俊恶狠狠地瞪过来 他说自己早就接到了神的旨意 只要在自己27岁这天杀掉27个人 云真就会被复活 截止今天他已经杀了25个人了 只要再杀两个人就可以完成神给的任务 听得素颜一脸懵 他以为上俊像新闻报道里说的那样 只杀了18个人 上俊告诉他 只是其余7个人的尸体没有被警方发现 一通忽悠下来 把摄影师忽悠得完全相信了上俊的说法 觉得他是受神宠爱的人 目光也渐渐转变成了崇拜 而素颜看着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上俊 无话可说 毕竟他不信一个精神病嘴里的话 至于那些神的指示什么的 素颜觉得那完全是上俊的异想 看素颜满脸不相信 上俊翻出一页杂志 那是他偶然得到的上面有一篇工厂倒闭的报道 神告诉他 写这篇报道的人会坚定不移地相信他 并帮他完成计划 巧合的是这篇报道正是素颜当初写的 素颜只觉得荒谬 自己的好友真是疯了 这种巧合的事情也拿来说 上俊在之后打开电视 播放了一小段录像 对着镜头解释 为什么自己会杀人 电视里出现了三个小孩 分别是小云真 小素颜和小上俊 三人在巷子里玩闹 而云真却出了意外 被小轿车当场撞死 在那之后 上俊脑子里就可以听到神的指引 神告诉他 只要在27岁那年杀死27个人 云真就可以复活 并且那些被他杀死的人也会复活 所以他足足等了17年 在他生日那天 蚂蚁在他面前排成27 天上还掉下27只鸽子 这都是神的警示 他还得意地说 是因为自己接受了神的指示 神告诉他通过什么方式杀人 杀哪个人 还会告诉他最后要以什么方式逃跑 所以到现在警察都找不到他 因为他被神庇佑着 这也是他敢肆无忌惮杀人的原因 上俊再次提到这个数字 素颜不由地想起自己和摄影师 加上他俩刚好够27个受害者 他询问上俊是不是要杀了他们 上俊摇摇头 在他看来 素颜和摄影师是神给的线索 摄像头更是见证云真复活的重要道具 并表示今天自己要杀的人 必须是相爱的情侣 但这对情侣到底是谁 上俊并不知道 因为神没有给提示 暴躁的他因为迟迟得不到提示 就随便抓来了一对夫妻 关在房间里 但面对上俊的威胁 两人心里都只有自己 显然这并不是神提示的那对情侣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上俊带着素颜来到关夫妻俩的房间 两人浑身是血被捆在房间 虽然他们不是那对情侣 但有线索的杂志 就是从那个男人口袋里掉出来的 上面除了有素颜的报道外 那篇报道每一行的第一个字 组成了下一步的线索 首先是人物 是日本年轻男女的爱 日期则是今天下午 三点四十分三十二秒 地点就是目前他们所在的公寓 五零二房间 这对情侣脖子上还有两个字 只要杀了他们 所有死掉的人都会复活 素颜看着陷入癫狂的好友 不由得担心起来 上俊并没有多解释 他认为 只要给素颜看一下神的指示就可以了 那对日本情侣在今天下午出现 就能证明神是存在的 至于房间里的夫妻俩该怎么处置 他相信神会再给指示的 自己只要服从就可以 此时突然素颜的电话响了 打电话的是素颜出版社的前辈 上俊却认为神的指示来了 素颜接通电话后 慢慢询问对方的来意 谁知电话另一头信号越来越差 杂音也随之越来越多 但是上俊却敏锐地在杂音中 听到了指示 要再杀两个人 说完就要往房间里冲 素颜拼命拦住好友 却被绑住双手 紧接着亲眼看到夫妻被上俊杀掉 距离下午三点四十分越来越近了 上俊饶有兴趣地看着门外 还说 马上你们就可以看到那对日本情侣 耐心等着看 这一切到底是我的幻想还是事实 半心半意中 门口突然传来说话声 上俊当着两人的面开始倒计时 倒计时结束 房门被打开了 一男一女走了进来 经过日籍摄影师的翻译 上俊得知 两人是来韩国旅行的日本情侣 由于新婚 所以二人本能地想来这个破旧公寓寻找刺激 没想到这屋子里还有人 得知这一消息的上俊兴奋不已 神的指示果然没有错 于是他悄悄召到背后 用棒球棍打婚二人 捆起来丢在一旁 这时 上俊得意地问素颜 现在相不相信神的存在 素颜看着一次又一次诡异的重合 只能说自己不知道 而这个日籍摄影师却表示信任了上俊 因为在之前的拍摄中 有许多奇妙的事情不能以常理解释 听得着 上俊表示非常满意 唯一遗憾的是 两人脖子上都没有知 紧接着 为了确认这夫妻俩是否相爱 上俊决定威胁日本女 如果日本男阻止 就证明小情侣是相爱的 他还命令摄影师转告日本男 要是想让自己停手的话 就乖乖把头放进绳子里上吊 上俊自以为计划无懈可击 却没想到 那日本男根本不在乎妻子是否被凌辱 反而挑衅 有本事就上 还嘲讽杀人犯上俊 不过是个老楚男 根本不敢对日本女怎么样 上俊听完火冒三丈 立刻对日本女上下其手 日本男不断刺激上俊 使得上俊最终强暴了日本女 这时 日本男却放松地跟摄影师聊起天 说自己妻子 早就想过这种被强暴的场景 这么做只是单纯为了满足她的愿望 果然镜头里 日本女被上俊压在身下露出诡异的笑容 随后 她偏头狠狠咬住上俊耳朵 趁着这个机会 日本男拜托摄影师割断绳子 对着上俊就是一阵串 可怜上俊裤子都还没穿上 慌乱间 摄影师已经给屋子里所有被控制的人松绑 至此 形势彻底扭转 日本男拿着捡来的匕首对着上俊 说他一个人想控制四个人简直是自不量力 还说自己不是吃醋的 原来 日本男也是因为杀了人 所以才逃到这边来的 他一点也不怕同为杀人犯的上俊 看着人高马大的日本男 上俊彻底绝望了 他前后忙了17年 可不能就这么功亏一篑 于是费力冲向日本男 撕打间 上俊被日本男用刀子刺穿了手掌 凭借着想要复活好友的愿望 拼了命想杀掉日本情侣 上俊向一旁的素颜求救 希望他帮帮自己 然而素颜却告诉他 假如神真的想要这对情侣展现爱的话 那么这对情侣已经展现过了 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 素颜劝上俊不要做傻事 因为脖子上有事的根本不是日本夫妻 而是自己 说完 转身给上俊看脖子背后的事 原来 自从当初云真死后 他的脖子后面就多了一颗痴 并且越来越大 听得着 上俊开始犹豫 素颜更是放出了杀手锏 说刚刚上俊和日本男撕打时 他发现上俊脖子后面也有一颗痴 也就是说 真正该奉行神的使用去死的人 是他们两个 这时 日本男突然疯狂起来 他认为两人用韩语正在密谋如何杀掉他 所以准备先下手为强 对着素颜就是一刀 一旁的日本女惊呆了 随后日本男开始殴打上俊 并打算用之前的绳子吊死他 这时 素颜突然出手 用刀子抵制日本女的脖子 希望日本男看在妻子面子上放过上俊 谁知日本男根本不吃这一套 还说他们小情侣早就发过誓 有朝一日被威胁 就算是死 也不能让绑匪如愿 看到这儿 摄影师忍不住前去救了上俊 把他从绳套里解出来 这让日本男非常生气 却被气急败坏的日本男捅了一刀 顺带踹了上俊好几脚 但摄影师并没有放下摄影机 而是敬业地继续录像 看到这儿 素颜发痕准备用刀割喉日本女 然而日本女也不是吃素的 同样抱着素颜乱刺 一阵混乱的搏斗过后 房间里除了上俊轻伤 其他人都濒临死亡 上俊拖着身子 拿起菜刀一刀砍向日本男 解决了最大的麻烦后 上俊冲到奄奄一息的素颜旁边 素颜说自己要死了 但是不想死在黑暗的地方 请求上俊把他带到 看得见阳光的地方 就这样 上俊掺着素颜 一步步向楼顶爬去 最终靠在顶层走廊上 喘息着看着远方的夕阳 摄影师也尽职尽责地跟在后面 可没走多远 便突然倒在地上 上俊见此 抱着摄像机继续拍摄 素颜此时看着满身血迹的好友 笑着问他能不能杀了自己 这样也算是遵守了神的旨意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 不能算是上俊杀的 那他的死就没有任何意义 他不想没有意义地死去 上俊听完后悲痛欲绝 素颜却像是接受了 上俊奇怪的计划似的 说如果自己和云真能复活 那他们三个就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最好是喜剧电影 上俊最后还是动手勒死了自己的好友 因为他相信 神一定会复活他们的 做完这一切 上俊带着摄像机爬到了楼顶 他对着摄像机说 现在能见证这一切的只有你了 还难难自语 神呐 拜托 请务必让所有人复活 上俊的眼神里充满祈求 我不是个杀人狂 只是个渴望奇迹发生的普通人 正当上俊准备从楼顶一跃而下时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不断有云层汇聚在正上方 上俊兴奋的嘶吼 是神来实现他的愿望了 紧接着 云团里伸出无数触角 其中一个触角打在上俊身上 将他抽的一个愣证 等再反应过来 他身边的紧物已经发生了变化 看着眼前的一切 上俊觉得越来越熟悉 这里像是他们小时候玩耍的巷子 在偶然看到报纸上的日期时 只见那上面写着 1996年12月24日 上俊欣喜若狂 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 给他机会来改写所有人的命运 于是迫不及待地前往三人玩游戏的地点 到了巷子口 果然见到了呆呆的云真 上俊费尽心思把三人撵走 才松了一口气 突然他想到自己还没死 这个计划就不算真正的完整 随后当初撞死云真的汽车朝他 摄像机也就此落在地上 奇怪的是摄像机内的景象 突然转成了繁华街道 被三个年轻人捡到 只见那三人里 有两个都是熟悉的面孔 一个是素颜 一个是上俊 另外一个女孩 自然就是长大后的云真 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 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 他们正要去看新上映的喜剧电影 上俊真的做到了让所有人复活 此时云真突然接过摄像机 定神看了一会儿 似有所感地抱紧了身边的上俊 红着眼眶说谢谢你 之后三人笑闹着尽了影院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非常有意思的点是 他以纪录片的手法 讲述了一个杀人犯杀人的前因后果 看得人头皮发麻 本以为是简单的杀人犯杀人事件 却不料背后真的有神 在操纵日一切 好了 以上就是电影 温柔杀人者的记录 带给我们的全部内容 我是老总 我们下期见